这是什么比赛 让年仅16岁的小胖 赢球后激动入口 这是什么比赛 让世界第二的许心 达到膝盖受伤 艰难取身 这是2013年全运会半决赛 这是16岁的小胖 暴能许心的经典之战 很多人都说 张本正和是天才 16岁就能和国民选手搬手腕 多次大赛亮眼 但是有人却不知道 16岁的小胖 不仅挑落了打满怪张继科 而且还爆了了巅峰的许心 这场比赛更是小胖的成名之战 第一局比赛上来 两人就攻得非常的凶 不过许心上来又是从事物 樊正东三比一开局 从男单上面 逐渐的开始找到了自己的 技术特点和状态 年轻的小胖进入端一点都不吝啬 连续活杀许心的正义强打 比分目标领先 许心的状态确实是比较的差 这种正手拉球都能够直接出场 那场功力吸迪的比赛 难以预测 我说这个许心啊 作为直拍选手 反正中的搏杀能力 似乎都超过了许心 比分9比6领先 许心终于打出了自己的特点 短台内直接搏杀的分 最后时刻 虽然许心又用出了招牌的退一台防守 但是小胖子进攻太狠了 11比7拿下了第一局 第二局比赛 由于转播尽头的原因 暂时没有失凭 不过反正中取得了胜利 第三局上来 反正中一个反手的进攻 惊弹了中冷 当然了 许心立马以强势回忆 连续两季 赞出了博杀的分 比分2比0心 在前三个回合一定要赢得一些主动 贴住反手 你看就这种球 虽然你貌似在进 我贴住球他不怕 反正中 反正中的反手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出色 许心有点控制不住了 逼分是比较领先 绝的球 你看这个反应太快 台面上不拉手 直接快贴 反正中已经挡不住了 长台对拉许心 丝毫不逊色 这种正手的博杀 也是用你熟悉的方式来击败你 比分8比5领先 许心逼上的绝技 终于开始主动进攻 毫不容易追回了两分 结果自己发球 又是首分了 关键时刻 两人又是长台的队 但是这时候小胖居然更是离仇 拿到了赛点 最后又是一个变先 帆正东3比0取得了领先 其实这个时候徐昕大势离去 基本上没戏了 第四局的比赛 帆正东过一招局 被徐昕扳回了一局 第五局比赛 小胖上来又是不将你的博杀 今天我们来验证一下 许心 这个大蟒 凤丽 帆正东开始着急了 连续接球不是相同 就不是出台 比方也2比4落后 帆正东越是着急 越是实力增加 这球明显是 好 许心的想持能力 在国平中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而小胖 又是两个球直接拉出台 4比6落后 徐昕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通过两只的发球轮 连续反手得分 大马9比10领先 两人打出了本场比赛 最精彩的一球 帆正东暴力扣插 徐昕连续退台 转圈圈防守接球 这样的手感确实是无敌的存在 领先多了 打球也弄起来了 最后时刻 徐昕一个快速的对攻 11比5再扳回局 双方来到了生死局 如果樊正东被连追三局 那么决胜局就不要玩了 第六局上来 樊正东的防守连续被打破 又是领标落后 杰硕都认为樊正东有点危险了呀 李小冬教练 李小冬教练 李小冬教练你觉得现在小将 樊正东是不是非常的危险 毕竟这个时候他才16岁 他打通的情况下 打得有声有声 好像左右红圆 但是年轻的小胖 毕竟打出了成熟的球锋 出身流多 不怕虎 就是薄杀 又是正手进攻 又是反手领纳 比方三表领先 好的 樊正东测身 两人又开始常态相识了 虽然樊正东失误 但是已经非常不错了 樊正东越打越有感觉了 连续的薄杀 再次取得了两分的领先 继续放 这个球啊 大家看 会强烈的 去取得这种主动的进攻 哎呀 这个机会太关键了 这个球 这一局比赛 两人太多的躲败相识了 这一球许心防守中 又是顶不住 擦网了 大家逐步 通过这种调整 他也进入了一种状态 是 前击板球取得主动 白短 回白 拉住 反射发力 斜线 好的 许心 许心不断进攻 尖难追回了三分 而这个时候 他的腿是不出现问题的 自己是在扶着自己的膝盖 许心的腿啊 伤的挺重的 其实在前面的双打比赛 许心就已经是带伤在打 这场能够坚持这么久 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 不过年轻的小胖 可不惯这些 看到许心的身体不行 他果断选择大角度的搏杀 这个球非常高级 这个球我看到 这种反手里拉 许心根本无法去接 哎呀 这个球反正通啊 我觉得现在许心的腿啊 很疼 他在努力的坚持 反正通的进攻越来越狠 带伤的许心根本挡住了 10比9拿到了赛电 最后一球 反正通一个霸道的大角度 发力斜线 直接拿下了比赛 一球后的反正通也是一阵怒吼 能够在16岁的年纪 靠着一招无解的进攻 接连跳路 国拼两大世界冠军 这个才是真正的出道 极巅峰 这个才是真正的听风听菜 这样你们好好学习吧